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中美贸易大战当中香港包括台湾处在一个什么样的位置以及命运到底何去何从 因为中美贸易大战现在最新的发展了 美国总统川普签署的行政命令宣布整个国家进入了警局状态 那进入警局状态它意味着什么呢 它事实上它所传达是禁止美国企业使用这种国安风险公司所生产的相关的一些电信设备 美国的商务部也将这个华为呢几乎把他所属的70家附属的事业 全部列入出口的管制实体的清单 等同对华为寄出竞购令包括禁售令的双制裁了 于是我们就看到了美国商务部长罗斯他怎么说呢 华为列入黑名单的出口管制就在17号全面同步生效 他是在接受彭博访问时强调说禁止华为采购美国原料的这种行政命令呢 礼拜五生效 这个行政命令呢禁止华为在未经华府批准的状况底下呢 从美国企业购买零组件跟相关的技术 于是呢这样一个整体发展有人形容 等于是美国总统川普按下科技战的核弹 阻止中国野蛮的崛起 全面封杀中国制造2025华为当然就是一个他的把心了 川普呢看似单挑中国华为 但事实上这种行政命令跟出口管制双进的方式 是全面封杀华为入侵美国的电信基地 也挡下很关键 他挡下他的窃取技术 你知道长期以来中国的窃取技术还是太高超了 所以川普像是按下科技战核弹级的选项 就是要全力去封杀中国在5G时代继续野蛮的崛起 于是呢在中美的贸易大战不断的升级同时 我们就来听听看 中国流亡的富商呢郭文贵 他是在美国时间在最近这一礼拜里 他透过了直播 他透过直播当中不断去传达什么呢 他去传达加征25% 25%的关税之后呢提出所谓的个人的预告 因为他个人预告 美国下一步在中美贸易大战当中打的是什么 组合拳 什么叫做组合拳呢 他说接下来对香港对台湾一定会有一系列的动作 我们就来听听看 郭文贵这个直播当中 到底他是传达出什么的讯息 而且中美贸易谈判到最后一分钟 刘鹤的变化 他不是习近平特使 已经标明了 王岐山和习近平的战斗彻底打响 不懂中国政治的 哎呀那美国媒体啊 他懂啥呀 他懂啥呀 这要是这回要谈成了 那王岐山晃着膀子就来了 那得抠着鼻子 压听听我王队长来了 一定这结局 你不用想 后面得跟着胡舒立夸着小包 然后后面还有李友 夸着爱马仕 真假不敢说 胡舒立 哎哟我大哥 消防队长赢了 救到美国来了 又给中国人创造了千秋万代 千年万年的未来啊 然后马上报纸都说了 你看看又是王岐山救我成功 中国人民的恩人 一定这结局的 现在毛没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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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看头两天不是已经登出来的吗 南华早报 说王岐山叫富美 你看南华早报 现在已经变为了第二个博训 全是王八蛋假新闻 全编的 就那个韦石诗诺这个畜生 天天编新闻 你看看去 你看南华早报说一句真话了吗 王岐山不要来美国怎么又变成刘鹤了呀 咋又变成刘鹤了呀 不让美国人公布协议 然后要调整协议 既希望于美国两党幸选 再利用钟摆效应这个时间 投资押宝在拜登身上或其他民主党身上 然后想尽一切办法 把这个川普总统的 大家给他定义叫 uncertain is certain 不确定就是确定这个性额无限放大 让他失去信任 失去选票 然后咱撑上这一百多天 下一期咱再玩 这就是老共的招 川普总统的牌可多了去了 不但你华为 不但你中兴 接下来你的中石油 中石化 昆仑银行 海康卫视 阿里巴巴 腾讯 百度 记住我说的话 中国银行 中国商行 你看啥结局 你看啥结局吧 川普总统我说的 那打绝对是 绝对是打主客拳的人 绝对打主客拳 小看商人 以商人 以商人这一个级别 商业级别 类别 来区分一个人的好坏 是共产党犯下的傲慢无知 走向死亡的根本原因 在他们眼里边商人都是愚蠢的 在他们眼里边商人都是傻瓜 这回你会知道商人 特别是美国的商人 和美国的民主制度 司法制度配偶的商人 据我所知 美国新上任的正式提名的国防部长 科尔汗 此人非同一般 有些话他不公开说 就像那个莱特希泽一样 是一个沉默的一个绝对的杀手级的 而且是执行派 关东先生是个战略派 战略大师 他不是执行派 但是这位国防部长不是这个事儿 这位国防部长更是历任国防部长不是 据本人所知 我就是在电视上看的 我也不认识他 我也就是猜一猜 猜一猜 他首先第一个关注问题 台湾 第一个问题就是台湾 他曾经说过 台湾是他最关注的问题 然后是太空 然后是网络 听说美国财政部长 另外接下来的财政部长 接下来的 这哥们如果要是他的话 人民币就要真变成名指了 再加息就是为你香港 就让你香港 跟着美元联系汇率的事儿给你干掉 香港只要没有美元联系货币 香港就会消失 只要没有美元联系货币 香港的钱一文不值 你只有跟人变成人民币了 那好玩啊 香港大姐们 大妈们 你们在香港买菜的时候 你在拿一千港币出来 估计买一个菜 人家是mugaisai mugaisai mugaisai 不谢了不用 不用往回找零了 是叫mugaisai 香港护照不能自由旅行 跟大陆一样 香港自贸区 结束 香港呢 你看到所有的码头 包括李嘉诚的所有的什么货运码头 你会变成了 那个地方叫做废铁垃圾站 你可以看看新加坡 日本 印度的港口 现在在干啥 所有一带一路 不再拉苹果了 所有一带一路都往外拉尸体 不信吗 你一搜搜看 台湾只要能挺过这一关 香港能挺过这一关 全世界新的两小两巨龙 就是台湾和香港 挺过这一关 台湾香港将从地图上被抹掉 这已经不是你台湾和香港你想不想的事了 这台湾香港的所有事情 已经成了共产党和美国的一个较量 你们已经成为了人家手里的一把刀 说我不被人家利用 你放狗屁 你有权利不被人家利用吗 你只是被好人利用还是被坏人利用 是好利用和坏利用 大家知道这个提高关税25%之后 另外3251%提高25% 接下来一定是45% 或者35% 这个不等完 就会对所有的货币汇率进行大加制裁 上海那个股市整个加在一起 是人家美国股市的一个零头 如果美国人在这边制裁 中国700家在美国上市公司 叫你提供背景资料 你那股市就没了 那个60%都是国营上市公司 你老百姓你担什么心呢 太监不急 这个皇帝不急 你太监急啥呀 跟你有啥关系呀 但是你必须得说 共产党这些年在中东 在东南亚 在东欧 确实有些国家跟它是 关系很紧密 如果这些国家真的愿意出手相助 共产党能坚持个一年半年没有问题 如果这些国家也跟它分手了 也跟美国人跑了 那完了彻底完了 所以说喜马拉雅的目标 那就很快实现了 然后你会看到很多人举着手出来了 哎呦爆料革命 喜马拉雅大使馆救救我吧 然后你一掀开 哇塞王岐山穿一把甲 孙力军哇塞也瘦了 穿一把甲 带着一堆情人 还有什么辽宁的王芳啊 还有什么什么周什么晚上啊 王芳的老公啊都来了啊 那就有意思了啊 那就有意思了 好你可以看出来 华为最久可以撑半年 这个整个供应链真的是比气长 华为遭到美国祭出禁售之后 未来何去何从来持续锁定 军临天下市 如果你喜欢我们的影片 请帮我们按赞跟留言 甚至分享哦 如果还没有订阅 记得到新台湾加油网站 帮我们订阅一下 非常谢谢海内卫相亲 持续锁定军临天下市 我们再会了拜拜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